你是否曾感觉到胸口有一种隐隐的痛楚,一种持续的低隐,向你诉说着生活中必定还有更多的内涵,你并非孤独无一,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万人醒来,拖着身躯穿梭于日常生活,拼命寻觅着一丝改变的火星。 他们从一份工作跳槽到另一份工作,追逐新的关系或者迁移到新的城市,期望寻找到那难以捉摸的某种事物,让一切变得圆满。 但倘若我告知你,这种不安分的寻觅,实际上让你离真相渐行渐远了。 你所渴望的改变,你所追寻的转变,它不在外界,它就在此地,在你的内心,等待着被唤醒。 闭上眼睛片刻,畅想一下你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,你期望拥有的自信,你渴望产生的影响。 此刻如果我告诉你,这个愿景不单单是幻想呢,如果它是你真实潜力的惊鸿一瞥,是一种等待铺展的现实呢? 每一项伟大的成就,每一次突破,每一个成功的故事,都起始于一个简单的念头。 这些念头在被培育和专注之时,具备着重新塑造我们现实的非凡能量。 但我们有多久停下来思考过,我们的想法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呢? 如果你的想法此刻就能化为现实,你会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? 你准备好去发掘一支潜藏在你内心的力量了吗? 让我们开启这段改变人生的旅程,让我们做一个小实验。 现在想象一颗柠檬,想象它明艳的黄色外皮,感受它粗糙的质地。 现在想象将它切成两半,嗅到那股浓郁的柑橘香气。 当你想象咬下一片时,留意你的嘴里出现了什么? 它在流口水吗? 你的脸皱起来了吗? 如果你有任何身体反应,你刚刚亲身经历到了你的思想,如何能够在你的身体里产生真实的可感知的效果相当奇妙吧? 但这里的关键在于,这不单单发生在柠檬身上,它发生在你每日的每一个想法中。 你的思想犹如看不见的建筑师,不停地勾勒着你生活的蓝图。 但不同于物理建筑师,他们不喝咖啡休息,他们全天候作业,塑造着你的现实。 以一种你或许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,想一想你上一次被困在交通中的情形。 你是怒法冲冠,紧握方向盘,血压飙升,还是心平气和的利用时间,听播客或者享受片刻的宁静。 同样的情景,截然不同的体验,这一切皆因你选择了不同的想法。 这不仅仅关乎积极思考或者痴心妄想,这是关于理解你的思想,对你生活所拥有的非凡力量。 你的思维模式,你的心理习惯,信念和态度,直接左右着你所经历的生活。 但这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? 这有点像你的思想,对你的大脑施展了魔法。 每一个想法都会引发一连串的神经化学反应,影响你的情绪,决定,甚至是你的身体健康。 愤怒的想法会让你的系统充斥着压力激素,而平静的想法则会促进疗愈和清晰。 真正的魔力发生在你开始有意识地运用这种力量之时,如果你不让你的思想自行运转,而是主动掌控方向会怎样。 如果你有意选取那些推动你朝着目标前行的想法,而非那些令你停滞不前的呢? 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深思。 如果你的思想造就了你当下的现实,倘若你改变了它们,你能够创造出怎样的现实? 这并非是否认挑战,或者扬装一切都完美无瑕。 这是关于意识到你对于生活,有着比你想象中更多的掌控力。 这是关于理解你的思想不单单是被动的旁观者,而是你经历的主动创造者。 那么我们怎样通过思想开始重塑我们的现实呢? 首先从意识着手,开始留意你头脑中的叙叙叨叨。 你给自己讲述的故事是何种模样? 它们是充满力量的还是受限的? 一旦你意识到这一点,你就能够开始做出抉择。 你能够挑战那些限制性的信念,用鼓舞人心的话语替换消极的自我对话,并逐步改变你的心理途径。 请记住,这并非是一个一夜之间就能达成的过程,就如同在见身房锻炼,需要时间才能见到成效一样。 重塑你的思维模式,也需要持续不断的心理锻炼,但回报呢,是一个与你最深处的渴望,和最高潜力更为契合的生活。 我们的每一个想法都会在大脑中创建一个神经通路,我们重复一个想法的次数越多,这条通路就越强大,这就如同在繁茂的森林里开辟出一条小径。 你走得越多,它就越清晰,越容易遵循,这就是为何打破旧习惯会如此艰难。 那些熟悉的神经通路,就像你大脑中的高速公路,而你的思想,自然会想要沿着最轻松的路线行进。 但令人兴奋的是,你能够创建新的通路,通过专注和重复,你能够开辟通向不同结果的新小径。 今天你能够开始创建哪些新通路,这个过程的美妙之处在于,它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中。 你并非受限于现有的思维模式,通过有意识的努力,你能够重塑你的心理途径,进而重塑你的生活。 但不仅仅是思想的数量,质量也极为重要。 情感充沛的想法对你的大脑和身体有着更大的影响,当你将专注的思想与强烈的情感相结合时,你实际上是在给大脑的重新连接过程加速。 这就是像可视化这样的练习发挥作用的地方。 当你生动地想象,实现目标,感受成功和满足的情感时,你的大脑不会区分这种想象的现实和实际的经历。 它开始铺设神经通路,就如同事件真的发生了一样。 这其中的意义深远,它意味着通过有意识的思想和情感参与,你能够在采取实际行动之前,就训练你的大脑成功,你在为你的目标编程,让你的大脑识别并抓住与之相符的机会。 你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这种知识呢? 从更加留意你的思维模式开始,注意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,默认反应,习惯性的担忧。 然后有意识地选择与你期望的现实相符合的新想法。 这需要付出努力,但坚持下去。 这些新通路将会成为你大脑的新默认设置。 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的思想如何塑造我们的现实。 你或许会问,我究竟怎样掌控我的思想? 这便是冥想练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 冥想不单单是一种放松的技巧,它仿佛是你的大脑健身房,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方式,让你觉察到你的思想。 并学会选取新的想法。 当你进行冥想时,你能够跳出头脑中的喋喋不休,创造出空间来观察你的思想,且不加以评判。 这种练习使你能够看到你的思维模式,看到你的头脑往往遵循的习惯性循环。 一旦你能看清这些模式,你就能够开始改变它们。 但冥想不只是观察,还涉及到培育正念,也就是完全活在当下的能力。 这种技能对于重新编成你的大脑极为关键,因为它让你能够再产生负面,或无异想法的瞬间抓住自己。 当你具备正念时,你能够停下来深呼吸,选择一个不同的想法。 冥想的美妙之处在于,它并非强迫你的大脑一片空白,而是关于培养留意到你的大脑有理。 并轻轻将其带回焦点的技能。 这种一次又一次回到焦点的练习,就如同在健身房,为你的注意力肌肉所做的重复训练。 当你在冥想方面越来越熟练时,你会发现自己能够在冥想期间和日常生活中保持更长久的专注。 这种增强的专注力,是改变思维模式的超级力量。 它让你能够将精神能量引导至真正重要的想法和目标上,而不是被每一个出现的担忧或分心之事牵着鼻子走。 每次你坐下来冥想,你都在铺设新的神经通路,并强化你引导思想的能力。 如果你能够持续选择那些对你有益的想法,而不是受习惯性思维的支配,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? 如果你每天都以更大的专注力和情绪平衡去生活,你的人际关系,工作以及健康会有怎样的改善? 冥想提供一条通向这种心智掌控的路径。 这并非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,却是实现长期转变的强大工具。 通过投入时间进行这种练习,也就是在投资自己塑造思想的能力。 从而塑造你的现实,改变你的思想,从而改变你的生活,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。 这是一段需要坚持和持续努力的旅程。 把它想象成学习一门新语言或者掌握一项乐器。 你不会期望仅仅经过几次练习,就能流利地说话或者演奏一场音乐会。 同样的原则也是用于重塑你的思维模式。 仅仅仅偶尔积极思考或者在心情好的时候冥想是不够的。 真正的改变源于持续的每天的努力。 这是因为我们的脑神经倾向于熟悉的模式。 即便这些模式并不能很好地为我们服务,它们依旧是舒适的。 我们的思想抗拒变化,常常在我们压力大或疲惫时,恢复到就有的习惯。 那么我们如何克服这种抗拒呢? 方法就是每天坚持。 即使在我们不想坚持的时候,尤其是在我们不想坚持的时候。 正是在这些不适的时刻,真正的成长才会发生。 每次你选取积极的思想,而非消极的思想。 每次你在冥想时重新集中注意力。 你都在强化新的神经通步。 许多人在改变的进程中,一开始满怀热忱。 但当他们遭遇困境,或者就有的模式再度显现时,就选择放弃了。 这是正常的。 改变并非是线性的。 会有一些日子你感觉自己进步飞快。 也会有一些日子你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原点。 关键在于不论感觉怎样,都要继续前进。 想象一下照料一座花园。 你不会在一天种下种子后,希望第二天就拥有繁茂的花园。 你需要每天浇水,拔出杂草,保护它们免受恶劣天气的侵害。 有些日子你可能根本看不到任何进展。 但是倘若你坚持不懈,最终你会拥有一个美丽且繁茂的花园。 你的思想也是如此。 每一个积极的想法,每一个正念的时刻,就如同在浇灌你的心灵花园。 每次你捕捉到一个消极的想法,并用更有力的想法许而代之。 你就像是在拔出杂草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经过持续的呵护,你的心灵将变成一个更为积极和富有成效的空间。 但这在实际操作中是怎样的呢? 这意味着每天都要为支持你心智转变的活动流出时间。 这可以是每日的冥想练习。 写日记或者重复积极的自我肯定。 这意味着当你陷入旧的思维模式时, 能够意识到,并温和地将你的思想引导至新的方向。 这还意味着信主小小的胜利,并在你犯错时对自己保持宽容。 坚持不懈并不意味着完美。 你不必每天都做到尽善尽美。 重要的是你持续出现。 持续尝试。 即使在那些你只能做到几分钟正念,或者只有一个积极想法的日子里。 这依然是进步。 坚持的力量在于它的累积效应。 每一个小小的努力,都会建立在上一次的基础之上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动力。 这就像是为你的思想积累负力。 变化在日常中或许难以察觉。 但在几周、几个月甚至几年后,它们将累积成巨大的转变。 想象一下,如果在接下来的这一年里,你每天都能选择那些对你有益的思想。 你的生活会是怎样的? 五年后呢? 变化的潜力是巨大的。 但这一切都是于每天决定去行动。 你愿意承诺这一段坚持不懈,持续的改变之旅吗? 今天你可以采取的是什么小步骤? 每天都采取的又是什么小步骤? 来让你更接近你想要创造的现实。 承诺坚持不懈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。 但我们如何加速这个过程呢? 这便是视觉化的力量。 不单单是普通的视觉化, 而是充满深刻情感的视觉化。 这个技巧将思想创造现实的概念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级。 许多人以前可能听说过这句话, 但通常它被简单地呈现为一种心理练习。 当我们将生动的形象与强烈的情感相结合时, 我们就解锁了一个强大的转变工具。 闭上眼睛, 想象你站在一个跳板的边缘。 下面是一个清澈见底的游泳池, 感觉到脚下粗糙的质感。 皮肤上微微的微风, 深吸一口气, 闻到氯气和阳光的气息。 现在想象你纵身一跃, 感受空气在你下落时的冲击。 胸中逐渐上升的兴奋。 听到你破开水面的那一声巨响, 感受到冰凉的水的拥抱让你潜入更深处。 现在胜利而清爽地浮出水面。 你的心跳加快了吗? 你的手心微微出汗了吗? 这就是情感与视觉化结合的力量。 你并不是真的在泳池边, 但你的身体却像你真的在那里一样做出了反应。 如果你的目标是创业成功, 不要只是想象自己坐在办公室里。 要去感受你看着自己所建立的成就时的那种自豪感。 去体验达成一笔大交易式的兴奋。 去感受当你意识到自己正在改变别人的生活时, 那股涌上心头的感激之情。 这种情感的参与, 才是有效视觉化与单纯白日梦的区别。 这并非是在逃避现实, 而是在为你的大脑编程, 让它识别并抓住与你愿景相符的机会。 当你持续练习这种充满情感的视觉化时, 你实际上是在为你的潜意识提供一张成功的蓝图。 所以, 下次你坐下来视觉化你的目标时。 不要只是走个过场, 用所有的感官沉浸其中, 让它变得如此真实。 以至于你的身体无法分辨你的视觉化与现实的差别。 那时真正的魔法就会出现。 你的思想真正开始塑造你的现实。 现在让我们来解决个人成长中, 常常被忽视的一个关键方面。 随之而来的不是感恩。 当我们处在舒适区内时, 梦想变得轻松容易。 但真正的成长发生在我们走出这个边界的时候。 把你的舒适区想象成一个舒适而熟悉的泡泡。 它是安全的,可预测的。 维持它不需要太多努力。 但它也是一个梦想沉睡的地方。 而成长则在这泡泡之外的野性, 不可预测的地带蓬勃发展。 想象你正在学习游泡。 起初你紧紧抓住泳池的边缘, 双脚牢牢地踩在池底。 这就是你的舒适区。 它感觉安全。 但你并不是真的在游泡。 要真正学会游泡。 你必须放开边缘。 抬起双脚。 信任水能拖住你。 这是恐惧的,不舒适的。 但这才是真正进步的地方。 改变的能力在你体内。 但掌控它是你的责任。 每天都有机会选择积极的思想。 在面对障碍时坚持不懈。 在进展缓慢时相信自己的潜力。 走出舒适区, 并对你的生活负完全的责任。 思考一下你的下一步行动。 你将如何运用这与生俱来的力量。 你会开启一个每日冥想的习惯吗? 或许你会将当前的挑战重新构建为成长的机遇。 或者在你以前感到无力的生活领域承担责任。 无论你选择哪条道路。 记住你拥有催生这种改变的能力。 你是自己现实的建筑师。 是自己故事的作者。 是自己未来的创造者。 如果本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 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。 在评论区留下走出舒适圈。